大家好,咱们继续讲这个疫情 这个疫情现在发展到迟迟看不到前景 而且这个小病毒咱们前面也说了它能量很大 咱们讲过小病毒都能干到大航母 这小病毒现在干了很多别的病从来干不了的事 比如说让全世界的飞机现在都停在地上 再比如说过去200年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多少大事了 两次世界大战 但是美国和加拿大这个边界从来没有关闭过 现在从3月21日关闭到现在快关闭了半年了 美国那段疫情如火如荼的发展 所以这还不知道要关闭到什么时候呢 这都是沉重的话题啊 今天咱们换的轻松点的 但还得跟疫情有关 有两个熊猫啊被这个疫情也给影响了 这疫情不但影响飞机影响国界 拔肝的挨不着的都得受它影响 两个熊猫的生活被它影响了 这两个熊猫呢 一个叫大毛一个叫二顺 是2014年加拿大花100万美元从中国租来的 租期10年 前五年在多伦多展出 后五年在卡尔加里展出 这两个熊猫来了之后 真像它的名字二顺一样 太顺了 太受加拿大人欢迎了 每天加拿大动物园啊还打长队 这人去了就是为了看熊猫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呢 好像也特别喜欢熊猫 它报小熊猫的照片 那都不知道有多少 所以这两个熊猫大概也高兴 看着外国加拿大人对它们正喜欢 已经不是说吃的香睡的着了 后来干脆生了两个小熊猫 即使在中国呀 这熊猫它是这个繁殖能力很低的 多少年生一个那都不容易 它们俩一次生了两个小熊猫 那加拿大人可高兴了 又全国争名 给两个小熊猫起名 后来两个小熊猫 一个叫嘉月月 一个叫嘉盼盼 这名字还挺中国话的 加拿大人以为 这回可以展示四个熊猫了 可是中国因为老租界熊猫 早都有经验上了 合同上写得清楚 在租界期间生的小熊猫 都归中国所有 结果没办法 这两个小熊猫断奶之后 都送回中国去了 就是把大毛 阿尔顺 留在这继续受欢迎 那么2014年 来了展示五年的多伦多 2019年初 转到卡尔加里去继续受欢迎 本来呢 它们的生活很正常很好 但是因为疫情发生了大的变化 这两个熊猫呢 这吃的本来都是竹子嘛 这竹子 加拿大人不产竹子的 所以都是每天空运 往这运竹子给它们吃 而且它们俩 食量大的精力人 一天要吃80斤竹子 那空运费得多少 但是加拿大人也不怕 因为每天门票费多少 本来萧条的动物园 因为有他们俩天天排大队 本来这挺正常吧 结果今年年初 来了疫情了 这一下所有的空运 全停止了吗 大家都知道 谁也买不着票了 货运也停止了 这竹子来源没有了 加拿大赶紧 紧急搜寻新的这个供货员呢 全国找 就总算在温哥华找了一家这个果树树木公司 说他种竹子 然后勉强能供得上他们俩吃 可是这公司呢 现在说预警了 说9月以后就没竹子了 因为这个加拿大天寒地冻了 夏天勉强这竹子能维持得住 就这已经 这公司已经是绞尽脑汁了 每天能供上80斤竹子 已经是太不容易 也说9月以后就没了 这加拿大这动物园呢 那就赶紧试啊 给他们试这个试那个 我估计把龙虾三文鱼都给他们试过 但是这个大猫二顺根本别的 他都理都不理 就要吃竹子 所以没办法 你又不能让这个这么金贵 这么宝贵的这两个熊猫 在加拿大给饿死 现在经过郑重的决定 加拿大决定提前三年 把这两个熊猫送回去 说我后边不展出了 没法展出弄不好的 他就要是把这大猫二顺给饿死了 那对不起加拿大人民了 也对不起中国了 所以现在两国已经商定妥当了 今年年底 大猫二顺提前三年返回中国 你看看 这个小病毒是不是厉害的很 他能把你扒肝打不着的事 都能给你影响了 那今后还不定他要影响什么呢 所以现在就希望人类赶紧 能生产出疫苗 能生产出药 来把这个无恶不作的小病毒控制住